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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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呀 桃子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怎么能看得起你大哥的 你让我赶走了 桃子 你再开门啊 桃子 没想到你那么狠心 就让旁边娘娘赶走 我们去哪儿了 这不那个雪花嫂子吗 小伯 你这怎么又回来了 小伯 今天我是来找桃子的 这个桃子也太不是人了 太不地道了 这大帅走的时候明明赔了五十万 他把我赶走的时候就给了我二十万 你说他办事地道不地道 还把我赶出家门 不让我回家 要我说呀 你还是别去了 都说清关难断家务事 这你们家务事 你说这大帅都已经走了 你再去找桃子要钱 他能给你吗 或许人家桃子另有打算呢 你回去吧 要不 那不行 我非要找桃子问个清楚不可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找他 他也不一定给你 是不是 给不给是他的事 找不找也是我的事 那你先忙 你先走吧 我去找他去 你说这大帅都不在了 你非来找他 他肯定不会给你 真是的 大黄 就算我求你了 我知道我哥欠你那么多钱 你也着急 但是你能不能再还我一段时间 我已经给了你一半了 这一半能不能再还一段时间 我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桃子 我告诉你 我不是不讲诚意 我现在也着急用钱 你啊 最好赶紧把社长的钱还给我 大黄 就算我求你了 行不行 我知道你和我哥的关系最好了 但是 这钱啊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虽然我哥死了 但是这个账我一定请 我啊 不会赖账的 行不行 大黄 求你了 桃子 你不是让我为难吗 我啊 这人看财 我和你哥的关系才脱了那么久 大黄 就算我 这 嫂子 你怎么回来了 大黄 这大帅啊 生前欠你的债 我呀 一定会替你还清的 您啊 就别再为难桃子了 大黄 我这卡里有二十万 你先拿着 剩下的呀 我再想办法 行 这钱啊 我就拿着 剩下的钱啊 你们尽快给我凑齐 我如果不是着急用 我不会劝你们要钱的 行行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等会慢走啊 桃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啊 嫂子 你都知道了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 谁让你回来的 这剩下的钱 我会还给他的 你说你爸那二十万都给了他 这孩子和你怎么办呀 本来我哥这么年轻都走了 剩下你和孩子 这 我心里啊 就过意不去 嫂子 你 你说你傻不傻呀 桃子 你才傻呢 你说说 我们是一家人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你说说 你一个小姑娘呢 你能扛多久啊 我们两个呀 要努力把这个家撑起来 这大帅啊 虽说不在了 但咱这个账呀 不能赖 改还呀 还要还 嫂子 对不起啊 现在还连累了你 真是太委屈你了 你娘那什么呀 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幸福最好的 嫂子 妈 我去上班了啊 妈 你过来一下 嫂子 怎么了 你过来 过来 妈 什么事啊 上班呀 还早着呢 妈呀 给你说个事 你呀 把工资卡呀 交给我吧 妈 你说什么 工资卡交给你 这 为什么呀 你呀 工资卡交给我就行了啊 妈呀 替你保管的 妈 你过分了啊 这我的工资卡应该我自己保管 还有 我和大华已经结婚了 我们是一家人 这挣的工资 李莹我来看着呀 为什么要交给你啊 桃子呀 我告诉你 我是一家之主 这个工资卡呀 今天你必须要交给我啊 快点拿过来 别惹妈生气啊 妈 这样吧 这工资卡交你也可以 但是啊 我得给大华商量一下 如果他同意啊 我就把卡给你 如果大华不同意的话 这卡我自己保管的 行 你给他商量商量也可以啊 反正呀 商量也是白商量 这个钱啊 一定要交给我啊 那我去上班了 去吧 肉上慢点啊 去吧 进一门 桃子 怎么了 我有事跟你说 快点过来 坐 出什么事了 大华 你说咱们这刚结婚多久啊 今天早上咱妈叫着我 非让咱们两个的工资卡都交给她 她保管着 你说这合理吗 这 头子 多大的事啊 这咱妈想保管 让她保管不就行了吗 大华 你说什么呢 这为什么呀 咱们两个的工资卡 应该我保管着 为什么给妈呀 你 头子 你先别着急 听我说 咱这个工资卡 还是给咱妈吧 这妈的个性 我知道 咱们如果不给她 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二点啊 就是 只是保管 又不是花咱们的钱 给她就给她呗 还有啊 如果咱们不给的话 咱妈天天给咱们闹 到时候 一家人倒都不愉快 再说了 咱们两个 工资加一块 能有多少钱啊 一个月 给她就给她吧 那行 就按您说的 给她吧 真是 我去休息 妈 妈 妈 你不是说 工资卡要交给你保管吗 给 拿着吧 这还差不多 这个工资卡呀 交给我保管 你就放心吧 行 我放心呀妈 你就放心吧 妈呀 不会乱花你的钱的 行 我知道了 那样我去吃早饭了啊 去吧 妈 你扫进了啊 别扫了 来我给你收了 放那儿去 来 坐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妈 是这样的 你看啊 这儿孩子也越来越大 咱们家这儿房子也有点小 这儿住着也不方便 这我想着啊 咱们啊 再换靠大点的房子 这也够住 不是 那个 我昨天看了房子 也看的差不多了 你能不能把银行卡给我 我啊 把房子定下来 哎 桃子 你怎么突然间想买房子了呢 咱这房子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 妈 你看看 咱家的房子就两个卧室 这孩子越来越大 马上就要分床了 他得一个屋 你得一个屋 给大华我们两个带一个屋 咱们家根本就不够住 我想着 换一套大点的 这也方便不是 妈 你就同意吧 那行 你说的也有道理 嗯 那好吧 妈呀 就给你拿钱 行妈 谢谢你 不客气 妈 桃子 这卡呀 妈给你拿过来的 这卡里面啊 现在一共是五十万 妈 这不对吧 怎么那么多钱啊 我和大华的工资也不高啊 这几年下来最多二十万 这剩下的钱哪来的 是这样呢 桃子 这妈为什么要给你们要工资卡呢 妈呀 是这样想的 你看 你们这日子还长着呢 我怕你们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的 再个说了 这么多年呀 妈呀 有点积蓄 我就是想啊 就给你们都存着 到时候啊 你们需要用钱的时候 这不是能拿过来吗 妈 原来是这样啊 我说呢 你要保存我们的银行卡 这 你怎么不给我们早说呀 这我和大华还误会你 这 妈 你看看 这是弄的 也不过说清楚 妈呀 之所以没有告诉你们 是有原因的 妈呀 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告诉你们的话呀 我怕你们啊 年轻人没了动力 所以就没告诉你 妈 对不起啊 之前对你的误会 没想到 你都是为我们这种想 妈 还是你想的周到 如果是我们啊 想不了那么远呢 行了 别说了啊 天这个机会啊 咱们呀 就没啊 行 妈 哎对了 你在家也没什么事 给我一块 咱们去看房子 好好好 走 妈 你这让我赢 怎么办 你怎么 一声都不说 就走了呢 都是女儿不笑 连你最后一面 都没有见到 是啊妈 我还没有 好好孝顺你 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妈 都是女儿不笑 女儿连说 要和我孝顺你 你从我说走就走了 行了妹妹 别哭了 妈已经走了 这不怪你 这都怪我 是我做哥哥的 没做好 没带好头 妈之前去公司找我 进来进来 小浩 你忙着呢 哎 妈 你怎么来了 小浩 你都多久没回家了呀 这妈 不是想你了吗 就来看看你 你看 你整天忙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这妈呀 给你包了 你最爱吃的饺子 三千下的 都冻好了 你回家呀 放在冰箱里就行了 妈 我在这工作呢 你这一直说一直说 我怎么干活 小浩 这妈也不是故意的 妈就是想你了 想来看看你 给你带点好吃的 行行行 这妈呀 就不打扰你了 我说了 我会回去看你的 以后别来我公司找我了 赶紧回去吧 行行行 妈知道了 这妈给你包的饺子 你记得吃啊 行行行 知道了 赶紧走吧 好好好 别睡了 赶紧走 真是的 还不会 还不会给我添乱啊 老师妈给我送东西 我还没有说他 我真是特别后悔 现在 傻哥 以前我也老是觉得 妈说话特别多 我都不爱听妈说话 觉得妈像个复读剂 现在想听妈说话 都听不到了 妈以前对我特别好 我一样和老师说的 以前放假回来 妈总是给我做好吃的 然而我老是念叨他 小小 这你先说放假了 这也不能玩手机啊 你的作业 该写 得写 是不是 这成绩啊 都下滑了 你呀 一天到晚呢 老公的这个手机 有什么用啊 对眼睛不好 妈 我好不容易放假了 天天在学校 学习 学得脑瓜疼 你能不能别这么多话呀 这妈呀 知道你辛苦 但是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好好学习啊 你把学业搞好了 这以后能考上大学 咱们有出息了吗 妈 你这话 我都听了八百遍了 能不能别说了呀 我知道了 你呀 别做我包面 烦死了 好好好 行了 这妈不说了啊 你呀 少玩点 别忘了写作业啊 妈呀 给你做好吃的去 行 我知道了 妈 你呀 做好吃点 做不好事 我不吃啊 行 你就放心吧 妈给你肯定做好吃的 别玩了啊 听话 这个富足家 妈 对不起 都是女儿不饿 还觉得你老师爱说话 好了 妹妹 别哭了 咱妈的后事 也已经料理完了 对了 咱妈留下的这张眼睛卡里 有二十万 是不是你给她的 不是呀 哥 我没有给过妈这么多钱呀 你也没有给啊 那 这应该是咱妈 把咱们给她的钱 都存起来了 才有这二十万 是啊 咱妈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存下来的钱 都留给了我们 咱妈 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们 可我们呢 没有做到一个尽职尽责 子女的责任 只为埋怨咱妈 失去了 才懂得真心 是啊 都说养人防老 咱妈养了咱们 有什么用啊 这钱该怎么办 傻哥 这个钱 既然是咱妈留下来的 你就拿着吧 等到以后 谁有事需要这笔钱 再拿出来用 妹妹 这个钱 哥不能要 我现在啊 有工作 反而是你 这个钱 还是你拿着吧 哥 这个钱啊 我也不能要 这是咱妈 省吃钱用 留下来的钱 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你看 咱妈生前 都是那么好心的人 咱就把这笔钱啊 用到该用的地方 哥 要不这样吧 咱啊 就替咱妈 做一次好事 咱妈 以前 总是爱做善事 爱关注一些 慈善机构什么的 咱啊 把这个钱 交到雇人院怎么样 行 我看这样行 这样 这笔钱啊 用的才有意义 咱妈 在天上看着 也会很高兴 很欣慰的 行 哥 走 咱走 走 阿姨 阿姨 忙着呢 回来了 我呀 累一天了 先去你洗个澡去 好好 你先去吧 行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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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别忙着了 一会儿去把我那衣服洗过来 小小啊 你看门口那地那么脏 我想先偷偷地再去洗衣服 阿姨 阿姨 门口我的地啊 先不用管呢 我的衣服啊 着急穿下午啊 还有个会呢 你呀先给我洗过来 那好吧 我 我地先不脱 先去洗衣服啊 行 行 回来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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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进不进来啊 他会怎么想我们这家里面啊 小昊 我现在就去脱 行了 你已经没机会了 收拾收拾东西 下午就走吧 小昊 这儿我在你家都干三十年了 你不能说开我就开我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连个门口你都扫不好 我给你什么机会啊 行了 别废话了 收拾收拾东西 走吧 小昊 你那吼什么呢 我吼什么呢 你瞅瞅阿姨现在 连个门口都扫不了 我让她走 小昊 阿姨没扫 是我让她洗衣服呢 洗衣服就能是借口 行了 你别帮着她了 这次无论如何 也要开除她 小昊 不就是门口吗 一会儿我脱了 我脱了还不行吗 你脱了 那我一个月花了将近四千块钱 请这个保姆干什么 小昊 你这儿 也把我开了吧 门口那是我弄的 至于阿姨 为什么没有脱 是我 吩咐她去做其他事情了 这件事情 对阿姨没有办法见关系 行了行了 小小 你们两个 不要因为这事而吵架啊 小昊 阿姨 来到咱们家 也有这么长时间了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 今天你是怎么了 试了枪钥匙的 对不起啊 阿姨 我呢 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好 公司出了点问题 然后回来 又看到那一大滩泥水 就把气 想撒在你身上了 小昊 你说说你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 阿姨啊 虽然是个保姆 但是在咱们家 我把她当作亲人一样对待 她呢 做任何工作 也有对得起咱们 您这样对待她 是不是太过分了 对对 今天啊 确实我做得很过分 阿姨啊 我给你道歉 你一定要原谅我 对不起啊 小昊 你啊 真想让阿姨原谅你 你去把盘我递脱了 行行行 我去 我现在都去 哎呀 不用我去脱小昊 阿姨 你坐着吧 阿姨 没事 让她躲 我就不信 治不了她 晓晓 你真好 谢谢了啊 阿姨 说什么呢 谁啊 你找谁啊 哎 我说 你是谁啊 怎么在我闺女家呀 你闺女家 阿姨 你闺女是谁呀 我闺女 我闺女是桃子呀 这 这是我闺女家 大华呢 你找大华是吧 那阿姨先进来说吧 阿姨坐吧 大华 大华 有人找你啊 谁啊 大华 你看 这 妈 你怎么来了 大华 这个女的是谁呀 桃子呢 妈 桃子 她出门了 这个 是我一位朋友 大华 你给我说实话 你这一不会说好 一说好呀 都接吧 快点 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大华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趁着我女儿 不在家 做对不起她的事啊 不是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大华 你就跟她憋嘛 谁就是憋啊 我告诉你 前几天呀 我闺女还给我发着短信呢 她说她在家挺好的 可你呢 说我给你出去了 这叫什么意思呀你 快说 晓晓 你呀 先走吧 那行 大华 你呀 好好对阿姨说 我们先走了 大华 你快告诉我 这个女的到底是谁 你们想干什么呀你 妈 我跟你说实话吧 桃子 五年前就出车祸去世了 这 这不可能 我闺女啊 一直都在跟我聊天呢 她怎么会去世了呢 你是不是在骗我你 妈 这几年啊 一直是我 冒生桃子 用她的手机 微信给你聊天 目的啊 就是怕你担心 妈 刚才 那位女孩啊 是桃子 为了救她 而去世的 然后 那位女孩 心里感觉愧疚 就一直在帮我 但我心里啊 这挨着桃子 我就一直没同意 大华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管你真的不在了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呀 我管她 你 妈 我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担心啊 但是妈你放心 这桃子 虽然不在了 但是有我呢 我以后 就当你的亲生儿子 一直啊 好好照顾你 我不会辜负桃子的 大华 你说 你这是何苦呢 我女儿都已经不在了 我看 你还是 再找一个好的 娶了成家吧 妈 你说什么呢 当我娶了桃子的那一天起 我就是 你的一家人了 还有啊 我不会再找别的女人呢 我只爱桃子一个 妈 你放心吧 我以后啊 肯定能把你照顾好呢 大华 这真是 欣慕你了 行了妈 既然 你都知道了 那你 也别走了 就在我这住下 让我 方便照顾你 大华 你还是先看我去看看桃子 我想他 行 妈 咱们啊 现在就去探了 来 妈 慢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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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呀 真是高兴啊 哎呀 妈 你回来了 妈 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那当然高兴了 今天呀 我拿到驾证了 哦 考过去了 恭喜你啊 妈 你看有些年轻人啊 都考不过去 你这岁上也大了 既然考过去了 你不知道 我为了考这个驾证呀 费了多大的劲吗 啊 比考大学都难 哎 大华 你看这 妈的驾证 都考过来了 你有没有所表示啊 表示 什么表示啊 啊 妈 有晚上 比你做点好吃的 就光做点好吃的 就没别的了 是 妈 你什么意思啊 大华 人家说你鱼目脑袋 我还不相信 这下 我彻底信了 啊 你说说我闺女那么聪明灵灵 怎么嫁给你这个鱼目脑袋了呢 啊 妈 你就说吧 我说什么呀 啊 我这考上驾证了 需要什么呀 需要辆车呀 妈 你该不会 想让我给你买辆车吧 哎 对了 我就是想让你啊 给我买辆车 这个车呀 也不需要太贵 20万左右就行了啊 这 20万 妈 你看啊 这我平时上班 我都没买车 我都骑着我电动车 我这一骑得骑几 我这几年了我都没说买车的事 大华 你骑电动车呀都对了 因为啊你上班啊不堵车 这样才不会迟到的 这我都不一样了 我这么大年纪啊开这车又不用上班 想上哪上哪也不怕堵车是不是 就这么说了啊 妈 不是这样的 哎 要不这样吗妈 我啊给你买个三轮车 这这开车啊也凉快也方便 行吗 你说什么呢大华啊 我好不容易考个驾照 你给我买个三轮车 我考的驾照还有用吗 你让我怎么出门啊啊 我出去了开个三轮车 那灵机不再说我呀 啊你考的驾照呢 怎么考个驾照开三轮车呀 你不帮人笑掉大牙呀 我告诉你 这车呀 我要定了啊 最低也要给我买一个 十五万的啊 你呀自己看着办吧啊 我累了 谢谢 大华 怎么了 在这一个人坐着 桃子 你回来了 什么事啊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 这咱妈 把驾照考回来了 但是啊 非要让我给她买一个 二十万的车 这咱妈驾证 终于拿到手了 那这是好事啊 但是咱妈还说要买车啊 是啊 还必须买车 还必须要二十万 我啊 想跟她买个三轮车 她都不愿意啊 你说咱妈也是的 当初啊 她考驾驾证 我都不同意 她非去报名 还没想到 这还真考压来了 这又找事 要买车 你说她买个三轮车 多好啊 还能接送学生 现在倒好 要弃车 真是的 咱还没有呢 行了 你啊 也别烦了 这事啊 我找咱妈说 我说说她 那休息去吧 哎 咱们俩好好聊聊 给我聊聊 有什么好聊的呀 妈 你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本来你哪驾驶症 这是好事 我们也替你高兴 你那么大年纪 还能考下来 我们都为你高兴 但是 你让大华 给你每一辆 二十多万的车 这是不是过分了吗 你说 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 大华来咱们家 啊 这工作 干活 都是她的 她也不容易 你有什么事 先给我商量商量 好不好啊 啊 你说现在大华 多作难啊 她在中间夹着 你说 买吧 这没钱 不买吧 你又不高兴 你 桃子 我算明白了 你今天不去上班啊 就是为了说我呀 啊 那我买辆车怎么了 那也不是以后 我们都用着方便吗 啊 方便什么呀妈 你年纪大了 你开车 我们放心吧 别说让你接送孩子了 现在大街上 车多多呀 多危险啊 你看大华 我们两个都没有车 你说你买个车 这 再说也买不起 我们现在真的没那么多钱 以后我们孩子还要上学 那都有开销 妈 你就为你女儿考虑考虑不行吗 现在我们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那那我能怎么办呀 那驾照都考回来了 那那那我怎么能把那驾照放上睡大觉吧 妈 这 这样吧 我和大华商量一下 我们两个给你买辆电动三轮行不行 啊 那种车啊 也得要驾驶证 那也用得潮啊 这 陶子 这我好不容易考个驾照 我在那高兴呢 半夜都睡不着觉 这到后来了 还得给我买个三轮车 你说我 唉 好了好了 妈 你啊 就当是为你外孙着想 行不行啊 你说现在我们两个压力多大呀 啊 孩子还要上学 还要还房贷 再说了 以后我们有条件了 再买车 你开也一样的 先买个三轮 你先开着行不行 妈 你看啊 买个三轮 你以后接送学生 是不是挺方便的 啊 咱们咱们以后再考虑那车的事 行不行 行行行 唉 你们呀 竟然都把话放到这份上了 这妈呀 也没有理由再强迫你们买了啊 行 妈呀 都听你们的 妈 这样就好了嘛 啊 你看你昨天 把大华气的 他呀 在咱们家也不容易 你不能有什么事 都往他身上撒 对不对 你以后有什么事 先给我商量 商量完了 我再给他说 行不行 行行行啊 我呀 都听你的 唉 那行了 那上班还不晚 你呀 咱就去上班吧 啊 那行 我走了吗 是 还请假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啊 若然慢点啊 唉 大华 啊 快到了吧 前面就是了 对了 你这装的什么 我呀 咱妈不是过生日的吗 我呀 给他买的东西 买的什么东西啊 让我看一下 小小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 这不挺好的吗 给咱妈带一些 绿色无关坏的食品 这都是我公司同事 自己家种的 这黄瓜 吃的特别好 小小 这我妈过个生日 你就买这 啊 你还不如不买呢 你看不起谁呢 大娃 你这说什么呢 这怎么说 也是我一点心意啊 心意是吧 行 那你就别去了 回家吧 大娃 我的牙 还不都是怪你啊 坐火车 能把钱包给弄就 害得我走这么远 说我呢 这我怎么知道 那火车上 小楼弄不多 但也比你强吧 拿几根黄瓜 还不如不拿 你要是回家吧 大娃 大娃 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 小小呢 妈 小小 她老家有事 她不来了 不是 大娃 这不是 小两天打电话 还说的好好的吗 你们一起回来 跟我过生日的 你 这怎么了 我一个人过也行 等她干嘛 妈 小小 这怎么回事啊 妈 今天你过生日 你看小小 她带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小小 你给妈带的什么生日礼物啊 妈 你啊 自己看看吧 哎呀 不错啊 小小 这可是绿色视频啊 妈呀 喜欢 妈 喜欢什么喜欢 几根黄瓜 值多少钱啊 小小 你瞧不起谁呢 臭小子 你说什么呢 啊 这东西不在多少 是在你们的心意 这妈呀 不需要你们给我什么礼物 只要你们都回来呀 这妈呀 比什么都高兴 妈 你呀 就别说了 她 我是看透了 过完这个事 明天 我就跟她离婚 大娃 你也想离婚呢 妈 你不知道 今天 我陪着她坐火车 她的钱包 被偷了 我呢 跟着她走了一路 她不管我 把我丢到马路上 还有啊 我牙都藏了这么久啊 她也不知道我关心啊 那你活该 带几根黄瓜 给谁看的 大娃 我这可是第一次来啊 幸好 我知道咱妈家具体在哪 要不然我走丢了怎么办啊 小小 你也好意思 说你第一次来 你第一次来 就拿这些东西啊 行啊 大娃 这本来你们两个回来 是高高兴兴的事 给妈过生日呢 可你们 在这 炒给谁看呢 妈 你就别管了 这样的媳妇 我是不会要的 行 大娃 你想要和我离婚啊 但咱们啊 就说个明白 妈 我是给你 拿了房花 这没错 但是 大娃 这 你怎么没有看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小 你怎么 拿那么多钱啊 是啊 小小 你这 把钱放在黄瓜里 多不安全啊 妈 我呢 是第一次来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想着啊 就在袋子里面啊 给你放点钱 我本来的意思啊 是高高兴兴的 我们走了以后啊 你自己发现这个惊喜 谁知道大娃呢 越说越上头 妈 这也怪我 什么事啊 都没说明白 今天你生日 你啊 生日快乐 这些钱 你喜欢什么 你就去买了 大娃 不是要离婚吗 行 离婚 小小 对不起啊 是我 太冲动了 没有了解情况 你就原谅我吧 小小啊 你看 你就原谅大娃这一次吧 大娃呀 也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才这样的 你们啊 只要好好过日子 这钱啊 妈就不要了 妈 你啊 就拿着吧 我呢 怎么会生大娃的气呢 他不是钱包丢了吗 我呢 怕钱不安全 就放在袋子里面了 妈 今天你生日 以后呢 我只要有时间 都会回来看你的 对不起 小小 我以后 再也不会犯回了 妈 这钱你就拿着 大娃 小小 你看 你们办话都说清楚了 这不就好了吗 这样吧 大娃 这小小呀 也是第一次到我们这来 你呀 去带着他 到我们这去看看啊 妈呀 去给你们做饭 等妈快送晚饭的时候啊 给你们打电话 你们就回来吃啊 行吗 大娃 行什么呀 今天咱妈生日 怎么能让咱妈辛苦呢 妈 这样 咱们呢 一起出去转转 正好啊 去找个饭店 咱们呀 今天出去吃 行行行 小小说都对 走吧妈 走 雪花 啊 好的 来了 有资料呢 啊 雪花 先别看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那么神秘 说吧 是这样的 你看咱们两个创业 也有这么多年了 这公司啊 也稳定了 收益也不错 我是这样想的 雪花 你看我啊 这么多年 还没有回去看过我爸妈 他们也都年纪大了 我一直忙 很少照顾他们 这都是我弟弟 和我弟媳妇照顾 我想着 你在公司守着 我啊 请个假 回去看看他们 桃子 你说什么呢 这公司呀 可是我们两个 打下的江山 这说什么 请假不请假 你想回去就回去 这公司你就放心吧 还有我呢 不是 行 谢谢你啊 雪花 谢谢你的理解 谢什么呀 咱姐俩你说谁对谁呀 也是 那这样雪花 我啊 现在就回去准备准备 那行 桃子 你这回去的时候 路上可慢点 你看这公司 救我一个人 也离不开 我也没法送你了 不用啊 雪花 你看这公司 我都过于不去了 我就先走了 好好好 行 走吧 来了 姐 这大半夜的 你怎么回来了 快进来 行 慢点 大华 先放吧 大华 对不起啊 打扰你们休息了 姐 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怎么了姐 有什么事吗 怎么大半夜的回来了 也没什么事大华 这不是好久没回来了吗 想你们了 回来看看 行 这小小还没睡 我叫他过来 小小 小小 谁呀 姐 小小还没休息呢 姐 还没呢 你这回来 怎么不给大华打个电话 让他去接你啊 我想着 你们啊 白天那么忙 还要照顾咱妈 我啊 就自己回来了 要不然还得多麻烦呀 姐 这有什么麻烦呢 你说 你一个人 大老爷过来 还拎着一个箱子 弄不重 那里面都是什么 是这样的 你看姐啊 好久不回来一趟 这里边啊 给你们买的有衣服 还有咱妈的营养品什么的 所以就重了点 姐 你说说你啊 每次回来 都给我们啊 店长发的买东西 不用买了 这家里面什么都有啊 是啊 姐 我知道 你们啊 什么都不学 但是这姐啊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就算我的心意 你们啊 就收下我 哎对了 咱妈呢 咱妈已经睡了 年龄大了 睡得早 是啊 你看咱妈身体也不好 这整天啊 都是你们两个在照顾 我啊 工作太忙了 很少回来看看她 我啊 真是太不孝了 姐 姐 你可别这样说 你在外面啊 太辛苦了 这我们两个在家 事情也不多 照顾妈 这是应该的 是啊 姐 你啊 别这样想 姐 你最近在外面工作怎么样 累不累啊 还行 现在公司啊 基本上都稳定了 也没什么事了 以后啊 我会经常回来看看妈 替你们啊 照顾照顾她 行了 收拾房间 带着她休息 行 姐 走吧 我给你收拾收拾房间 行 小小 来 大黄 你看这转眼 两天就过去了 是这样 这里啊 有一万块钱 你拿着 替我啊 好好照顾妈 她身体不舒服 你啊 拿着这钱给她花啊 姐 不用了 照顾跟晓晓 在家正正有钱 能照顾好妈 这钱你就拿回去吧 是啊 姐 这钱啊 你自己留着话 别总是给我们钱 行了 你们两个 别推辞了啊 这是我一点心意 大黄 拿着 听话 听见没有 这样 我啊 还要赶车 妈醒了以后啊 你告诉她一声 我就先走吧啊 这 姐 你在外面 别再辛苦了 行 我知道了 你们在你家好好照顾妈 我走了 小小 大黄啊 大黄 你看咱姐啊 线里面啊 还是想着咱 咱以后啊 得好好工作 给咱姐啊 减轻一些压力 快了 我手机忘了了 小小 咱们 一定要好好在家照顾妈 这姐啊 一个人在外面工作 太不容易了 这家里啊 所有的负担 都是姐一个人撑着 咱们啊 一定要把妈照顾好 这姐都放心了 唉 行 我呀 都知道了 你呢以后好好工作 我也去找个工作 咱呢 不能让姐这么累 还有一个女人挣钱 也不容易 况且还没结婚呢 是啊 小小 姐啊 你回来了 大黄 那个小小 我手机忘带了 回来拿手机呢 嗯 那个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啊 行 姐 你给我慢点 行 行 我走吧 你看姐 天天奔波 也不容易啊 是啊 小小 咱们以后 也要努力啊 行 大黄 你在这儿歇着吧 我呀 去把饭给做了 不用 我帮你 行 走 小黄 看 这是什么 小号 我呀 怀孕了 这 真的吗 小小 你怀孕了 那这太好了 这我要当爸爸了 高兴什么呀 这个孩子来的 不是时候 哎呀 怎么不是时候啊 小小 你看你说的 小号 咱们家现在 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拿什么 去养这个孩子呀 你就放心吧 这种事情 就交给我吧 我再多干几个兼职 肯定能把孩子的奶粉钱 挣过来的 小号 话是这样说 咱俩前问的时候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家里面的人啊 没一个愿意帮你 才里家 东批西坐的 现在有了孩子 以后生活压力会更大 怎么办啊 这儿 对 你说家里人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这有孩子这么大的事 我还是赶紧 给大姐说吧 给你大姐说 有什么用啊 她又不抱呢 小小 这我爸妈走得走 从小就是 我大姐照顾我 一直照顾长大 我不能 不给我大姐说 行了 你想说啊 你随便吧 反正啊 你们家里面的人啊 让我彻底开心 喂姐 小昊啊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好消息 你说 小小啊 怀孕了 你要当姑姑了 真的 哎呀 那太好了 小昊啊 你说你们两个 都结婚几年了 终于有孩子了 对啊 姐 要不过两天 你来一趟 那是应该的 你放心啊 过两天我就去啊 好好行 过两天 咱姐就要来了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呀 先去休息了 小小 来了 来了 哎 姐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小昊 看你这话说的 我就要当姑姑了 我啊 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 这一大早 我就赶过来了 来来来 姐 赶紧进来 哎 行 那姐 赶紧坐 行 那个小昊啊 小小不在家呀 姐 那个小小上班 比较晚 还在睡觉呢 要不 我去把她叫起来 哎 小昊 等等 你呀 别叫她了啊 让她多睡会儿 这怀孕的女人啊 特别辛苦啊 让她多休息休息嘛 那行 对了 小昊 这姐啊 得嘱咐你一声 你啊 这照顾孕妇啊 你没经验 我告诉你啊 这小小 这个月底上完了 就别让她去上班了 太辛苦了 她刚怀孕 应该多照顾她 听见没有 行 姐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哎 行行行 有你这句话 姐啊就放心了 以后啊 好好照顾她 听见没有 你看 你看今天姐啊 一大早就来了 这来的时候 路上也没有卖什么东西的 这点红薯啊 是姐啊 自己种的 吃着有营养 姐啊 就可以带过这点 你啊 别忘了让小小吃啊 行 姐 我知道了 对了 姐 这次来啊 一定要在家里 多住几天 哎 小昊 今天住啊 就不住了 你看姐家里边 也有地 贵的还有东西 这啊 挺忙的 这以后啊 姐会常来的 你放心吧啊 那行 姐 那你等会儿 吃了饭再走吧 行了 小昊 这饭啊 我就不吃了 我告诉你啊 好好地照顾小小 是你最重要的 姐啊 就先走了 行 姐 那 那姐走了啊 好 我送送你 小昊 你回去吧 姐 路上小心点 我知道了 这是什么呀 小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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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起来这么早 我正给你坐着饭呢 小昊 这是什么呀 这个啊 这咱姐刚才来了 拿的红薯 你姐啊 真是的 什么不值钱啊 给我拿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还有一封信啊 这上面写的什么啊 小小 小昊 小小啊 今天啊 姐来得及 也没有给你们买什么东西 前几天啊 姐家里为的猪 不是卖了吗 这卖了有一万块钱 全部给你们拿过来了 这小小怀孕了 需要吃营养的东西 小昊 你要好好照顾小小 别让她干重活 姐啊 有点不放心你们 你放心 以后姐啊 会常来的 小昊 是 姐原来 对咱们 还是这么好啊 小小 我告诉你 以后 咱一定要对姐好一点 行 小昊 都听你的 改天啊 咱出个时间 回去看看姐去 那行 你去收拾收拾吧 我饭已经做好了 穿完饭 去上班 这个月 把月底这几天 上完 上完就不要上了 好好休息休息 行 小昊 走吧 拜拜 小昊 你这怎么了 还带着行李啊 哥 嫂子 给我点钱 我要出去打工 小昊 你这还小着呢 出去打什么工啊 哥 我呀 杜哥别人说好了 我要出去挣钱 我呢 现在没有入费 你们给我拿点钱 小昊 你说说你 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还小 在家找份工作不行啊 非要跑那么远 行了 别在这装好人了 要不是我哥娶了你啊 我也不至于 有出去打工的想法呢 哥 赶紧快点 给我拿点钱啊 桃子 你就别说他了 他既然已经决定了 就让他去吧 我这里有一千块 拿去当务费吧 给那么多干什么 一百就够了 那行吧 你拿着一百块 你俩个唱票吧 行 一百块 我又 行哥 嫂子 我走了 等会儿等会儿 哥去给你拿点零食 路上吃 是啊 我帮你 假新鲜的 抓什么抓呀 小昊 你别走 我这儿有两千块钱 还有一封信 我是按照你的名义 给小小的 你呀 给他放下点零食一边 你这又是何必呢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亲妹妹嘛 那么小 这身上不能不带钱吗 拿着吧 行吧 走 给他吧 来 这是哥给你拿的零食 路上吃 对 拿着吧 别忘了吃啊 装什么装呀 花我哥的钱 走了哥 好 你路上慢点 行了 行了小昊 你也别担心了 他有那么大了 也该让他出去闯闯了 希望他能明白你的良福利用心吧 会明白的 什么呀 给你假新鲜的 给我拿不值钱的零食 这是什么呀 小昊 你说这小小一走就是四年 你没有回来过 咱也不知道 他在外边过得怎么样 一个女孩子家 挺担心他的 他这么大了 肯定能照顾好自己的 倒是你 都担心担心你的腿吧 现在风湿越来越严重了 别说了小昊 我这风湿啊 都是老毛病了 也治不好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 都犯病 这真是没办法呀 要不 我现在去医院 再给你拿点药吧 行啊小昊 别拿了 那药那么贵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 去买药了 不买了 再贵 也要把你的腿治好啊 哥 嫂子 我回来了 小小 小小 你回来了 嫂子 你这腿怎么了呀 你嫂子 这是 以前累的 得了风湿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我正准备去 给你嫂子拿点药呢 没事小昊啊 小小 你别担心 嫂子 这都是老毛病了 唉 对了 小小 你这几年 在外边过得怎么样啊 你说你四年了 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们啊 挺担心你的 你这突然回来 也不打上招呼 让你哥啊 好去接你啊 嫂子 哥 我呢 这次回来 想给你们一个奸行 我是自己 开车回来的 这 开车回来的 小小 你这几年 在外边 是不是挣着钱了 也有出息了 哥 嫂子 这些年 在外面 吃苦受恋 也是很正常的 嫂子 哥 当年 那件事 谢谢你们 唉 小小 这说什么话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 唉 对了 小小 这当年啊 如果不是嫂子 这样激你 你还没有现在呢 感谢什么呀 啊 嫂子 没想到 你表面 对我挺不好的 其实比我哥 对我还要好 嫂子 当年啊 我应该 谢谢你给我那笔钱 让我觉得 我应该好好努力 去工作 嫂子 你的腿 唉 这样吧 嫂子 我呢 给你治腿 唉 小小 嫂子的腿呀 都是老毛病了 咱就不花那个钱了 啊 不去了 嫂子 这次啊 你必须听我的 我呀 带着你去医院 做个全面的检查 给你请最好的医生 来给你治疗你的腿 对啊 桃子 小小现在也长大了 你就听她的 咱就走吧 是 行 听小小的 行 走吧 来 嫂子慢点 行 来慢点慢点 坐好 哦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